四大美女 至今使学界还有争议 而且没人知道 这个排名到底是出自何时 出自何人笔下 好像突然就盛开了 尽管这四个女子 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她们都有沉于落雁之种 碧月修花之貌 但也生理上也有缺陷 或许有的朋友不相信 这些美女一个人那么漂亮 怎么可能有生理缺陷呢 其实是有的 有些是史料上面有记载 有些是民间的传说 要知道任何时代 都是人无完人的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缺陷 比如小编自身也有缺点 常常写出文章被广大读者骂死 西施是越国的美女 为勾见面无力下大功 范妮为了迷惑无王夫差 把西施送到他身边 在西施美色的勾引之下 夫差果然慌了 费朝政 据说有一次西施去江峻洗衣服 结果一条鱼看到他的容颜 直接沉下去了 因为西施太美了 鱼也害怕起来 不过西施的缺陷就是脚太大了 古人不喜欢大脚的女人 王昭君是汉元帝时期 皇帝送给匈奴的美女 使得匈奴跟汉朝友好近百年 这一点王昭君的贡献是很大的 免去了多少生灵涂炭 作为一个女人 能为历史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也算不错了 王昭君虽然漂亮 但他的缺陷是一双耳朵太小了 给人一种不太协调的感觉 但瑕不掩瑜 王昭君依然是很漂亮的 貂蝉是三国时期的美女 不够却是虚构出来的 所以 貂蝉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 应该是说这个名字不存在 历史上有貂蝉的原因 他是董卓归下一个婢女 后来吕布看上了他 两人偷情时 被董卓发现 从此 董卓和吕布父子反目成仇 三国的历史发生改变 不过 貂蝉的结局没人记载 所以他是 虚构的 咱就不说他的缺陷了 杨贵妃是唐玄中的爱妃 两人的爱情故事感天动地 白居一还专门写了长恨歌为之欧歌 杨贵妃虽然漂亮 费妃虽然漂亮 费妃虽然漂亮